打麻将非好汉 你知道吗 打麻将也能打出世界冠军来 还有酷爱打麻将的老外 他通过打麻将找到了真爱 你们有一副麻将吗 我们有一副麻将 可能没有 你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呢 比赛级选手打麻将真的很厉害吗 他早就多了他就少了 请收看北京课 全世界都在打麻将 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课 我是刘俊成 大家好我是裴林 这里有国际朋友圈 跟您分享不一样的态度与人生 有请今天的国际朋友圈 今天还请到了一位嘉宾 这位小伙特别厉害 来自意大利 不仅是打麻将打的厉害 而且通过打麻将 还娶到了中国媳妇 到底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有请 来自意大利的杨丽 有请 杨丽 欢迎杨丽 谢谢 这个杨丽中文也说的特别棒 这个麻将打了有几年了 我从07年开始 在中国学的还是在国外学的 在国外学的 中国人教的 是 怎么会想起学打麻将的呢 是这样 我小时候我用电脑玩一个游戏 也是用麻将的牌子玩 但是那个跟真正的麻将没什么关系 要找什么一队一队的 比如说七童的七童的 等生长连连看 对 对 麻将连连看 因为我们在意大利也有一个游戏 我觉得跟马将的柜子很像 当然我们用扑克牌 会打吗 会打吗 不会 不会 我做巧了是一个树袋子 我会穿书 那后来呢 我要等到09年 我09年回来了北京 是一个中国朋友 去他家 他老家玩 我们两个意大利人真的没事干 所以我们一直 枪迫 单独人跟我们玩麻将 真的是枪迫他们 有的时候因为每次有一个 一个亲戚过来 你能打麻将吗 你来你来你来 我跑 所以他们我和这个另外一个朋友 一直坐着一阵天 一直玩 然后他们慢慢 玩一阵天啊 一阵天 还有一些亲戚先来了 玩了 玩了一下 然后走了 可能过了一两个小时会来了 你们还快打呀 太有毅力了 对 你知道 郑成 我觉得他最让我好奇的一点 就是他在玩麻将的过程当中 居然找到真爱 对 这怎么回事呢 怎么认识的呀 是这样 我老婆 是私传的 哇 麻将之将 实际上我老婆那个时候 在意大利读书 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公众的朋友 是介绍的 然后这个朋友 他是他在北京读书 但是一二年的冲接 他翻假了 他就回意大利了 我那个时候怀毕业了 然后我真的没事干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 你来这些什么中国朋友家 一起过年吧 所以我去他们家 吃个饭 喝点酒 就想 我想打牌 因为我真的没有很多机会 他说 那你们有一副麻将吗 我们一起玩 他们没有 那你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呢 到底是不是四川人呢 哈哈哈哈 就我这我跟他们就说了 OK 你们你们没有马甲 在我家 不是 在我家我有两副 我把一副送给你们 所以那天晚上 我们四个人一起玩 很久 很开心 然后 他一直竖 我一直赢 虽然他一直竖 但是他一直很开心 我觉得 这个女孩的心态特别好 就这样 因为爱打麻将 让杨丽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并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但是真的很难想象 作为中国的传统娱乐项目 竟然老外也这么喜欢 杨丽为了能够经常玩麻将 还主动承担起了 教外国人打麻将的责任 他这玩麻将的劲头 可真够足的呀 就是 玩麻将 我觉得是为了我爱 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 这个过程 棋牌啊 什么 什么 妈牌 对 几个月前 我就是 可以是我也开了一个小俱乐部 因为我特别想玩 但是这边也 我大部分的朋友也是外国人 那他们当然不会玩 对呀 就决定了 OK 我拿两个朋友 说我要叫你们怎么玩 然后现在 叫他们俩 然后就开始 每周六或者周天 请几个朋友 来他们家 我们一起玩 一边聊天 一边打牌 你觉得一个外国朋友 怎么样才能够快速的学会这个大麻将呢 对呀 我们这一个对面这几位 好 三位都不会 下吧 我可以叫你们 对 他的意思可能就是 你去 你来我的俱乐部 也可以 反正我觉得 最 最容易的方法 我先 我一般不用花 不太整 先就是玩 这个 一刀九 这些数字 玩铜和条 先教他们 然后就是一步一步来 然后呢 我一般就说好了 所有的柜子 走一轮 就试一试 但是我们拿牌的时候 我们不是不让别人看 一般是都 打得来 打得来 所以这样 我也告诉他们 OK 你们看 这个是一对 可以这么 这么这么做 这个也可以在这边 就是这样 就慢慢来 告诉他们 你先 你先摸 然后 然后打 这些 这一个过程 做 以两个轮 这么这么玩 两轮之后 基本上可以学会 再弄起来 那其实 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跟你的老婆 还经常一块打麻将吗 我一般 不跟她玩 因为她 老师输 对 你们俩输 比如说 她输了 你们俩就会在牌桌上吵架吗 不会 不会啊 就回家里面 回到家之后 会不会说 你为什么刚才一定要打那张 我就不要那张 没有 我跟你说 人家就在等那张 你非要打那张干嘛 我跟你说 好多不是回家说 在牌桌上就吵起来 有见过这种情况吗 阿姨 有吧 特别容易有时候回家之后互相说 你怎么这样 你不知道我胡那张牌吗 你明明知道我要统一放个桥给我干嘛 一家人有时候还互相捏牌呢 是吗 主要互相捏牌 就我家的胡哪个我就不给 不是 但是我要是说 他 他非得捏着 太好就不用再你说话了 防止家庭矛盾 同意 有的人感同身受啊 同意 对对对 我说了一句 那现在对于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喜欢打麻将的朋友 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要给他们呢 我建议打这个国标麻将 既利乐 又不输钱 来打国标麻将吧 又可以交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又可以锻炼身体脑力 对对对 其实呢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项娱乐活动 咱们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 不能因为玩而忘记了时间 而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所以说呢 每天呢 就像这两位说的 打一轮 打一局两个小时 差不多也就可以了 是吧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过年的时间啊 也可以趁着打牌的时间啊 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捞捞家场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 很温馨 好 那这一期的北京课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 好 威脅 威脅